這支棒球隊沒有投手 靠打擊者自己擊發每一顆球 各個壘包上站的 也不是打算進行觸殺的敵對球員 而是發出聲響的幫手 古巴首都哈瓦那 一支棒球隊由盲人組成 41歲的扎巴塔 過去從軍在一場爆炸中 雙眼失去了視力 自信和生活重心一起隨之而去 後來在盲人棒球隊中 找到新的大家庭 棒球是古巴人 男女老少瘋狂的國家運動 在2000年初 由意大利教練 將盲人棒球引進古巴 在加勒比賽中 在加勒比賽中 是在三個地方 在加勒比賽中 在加勒比賽中 比海的艷陽下 每星期練習好幾天 這支盲人棒球隊 將銳利眼光投射在2020年 日本東京的殘障奧運會 大愛新聞 劉仁豪 兵役 插播最新消息 上午9點左右 台綠高雄臨月場 一輛槽車準備要進行 罐裝綠與稀石 輪胎不明原因爆炸起火 冒出大量濃煙 整個車後半部 三個輪胎被燒毀 消防局貨爆後出動 大批人力出水搶救 23分鐘撲滅火勢 索性為波及綠與稀管線 陣陣濃煙篡身 還伴隨著惡臭 高雄林園台路公司 早上9點左右 正要裝填綠與稀的時候 發生火警 消防局出動了 14車 28人前往灌救 沒有人受傷 綠與稀是有毒的氣體 吸入可能會產生暈眩 頭痛等症狀 極高濃度更恐怕造成 喪失意識或死亡 還好控制得宜 不過還是提醒附近民眾 如果身體出現不適 要儘速就醫 今天是伊斯蘭世界的開齋節 而在齋節月期間 看看在印尼 印尼慈青前往孤兒院關懷 送上禮品 齋節月期間 穆斯林白天不能禁食 印尼慈青們忍著飢餓 洗菜 切菜 煮菜 要為孤兒院的孩子們 準備晚上開齋時的餐點 一到孤兒院 孩子們期待的笑容 也馬上融化了大家的心 這裏的孩子少了父母的關懷 更需要愛的加油 又是帶動唱又是玩遊戲 這正是他們最期盼的 在布市中感受到歡喜 也是在見時最重要的體悟 他們沒有人 但是跟這個